欢迎收看财经幕House 我是阮木华 今年以来台股是明显下挫 不过最近气氛转家 我们可以看到说国安基金7月12号宣布进场以来 台股反弹也超过了有1500点之多了 但是波段从年初下跌 事实上是超过4000点 也就是说如果就台股到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统计的话 加权指数大致上还是跌了15%的幅度 另外贵买指数跌幅也相当大有20% 所以投资人您现在手上的资产如果都没有变动的话 损失15%到20%应该是符合大盘情况 不过现在目前的整个市场气氛也明显在转家了 所以我觉得加大投资部位 现在目前是可行的投资策略 另外我们也发现其实台湾的投资人在进化 我们看到这一波下跌 跟过去往年不同的状况 过去熊市不同的状况 就是投资人反而逢低买入了 根据统计资料 ETF这个非常好的一篮子的投资工具 现在目前整体的受益人数已经高达500万人 而且他是不断的在成长 另外ETF的定时定额扣款的人数也是不断的在增加 并没有被这一波的熊市给吓到 另外我们再根据永峰金证券的风存股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虽然是单一券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状况 我们从这个平台看到他的统计的变化 今年风存股平台1到7月最热门的投资标的 前4名全部都是ETF 去年还有台积电 现在台积电不见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照表就非常清楚 那这个前4名的ETF当然耳熟能详没有人不知道 0050元大台湾50第一天王字号最好招牌的ETF 另外就是国泰ESG高股息ETF 这档ETF00878在这个平台上面扣款的情况 成长的情况也非常的明显 还有就是0056元大高股息ETF 这是他的这个我们刚刚讲0050元的软身兄弟 以及006208富邦台湾50ETF 这四档是最主要 现在目前看到在风存股这个平台上面 扣款比数成长最明显的 那去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变动 比如台积电就不见了 那根据统计到7月底为止 现在目前国内ETF挂牌的档数已经高达234档 而且还不断的再增加 那总资产规模已经超越了2.23兆了 那叙事要准备再挑战今年的最高峰的2.29兆 我认为2.29兆势必要突破的 因为看起来ETF这项工具已经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那另外ETF最终指数 同时他投资一篮折标的分散风险 这就是他的优势 所以年轻人如果不会选股 那也不想当小白被当韭菜哥的话 其实ETF就能达到这种所谓 相对可以降低个股波动选错股 但是大盘在涨 你的股票在跌这样的一个缺点 所以说投资人封ETF也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再另外根据一个统计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今年上半年 散户最热爱的ETF的前15强到底是哪一些 我们从整体的受益人数来看 第一名没有意外 原大高股息 大家看到其实高股息还是很多人喜欢的 尤其退休族非常喜欢高股息 毕竟他提供的ETF的殖利率相对也是比0050还好一点 他的现在目前的整体受益人数居然达到了71万人之多 另外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也达到了60万 还有就是0050元元大台湾50这个受益人数是57.77万 所以各位把这三档ETF加起来 这个受益人数就直逼200万 所以我们刚讲说整体受益人数突破500万 实际上这前三名的ETF就已经包办了将近快要200万的一个整体受益人数了 这个受益人数其实我也有发现统计资料显示 在5月到7月这一段股市大幅下跌的期间其实是很明显增加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到这个元大高股息 他其实在5月到7月这段时间 大概上5月27号到7月8号这段时间 他增加了这个差不多47,000人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增加4万人 那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会大幅增加 可能跟市场大幅下跌 大家逢低买入是有关系的 那买进ETF现在变成是 好像全民愿动用500万的受益人数 哪一些投资技巧要注意 同时我们又应该要留意哪一些细节 ETF讲实在的 你也可以无脑投资 但是你也可以不用无脑投资 你也可以再加一点更多的操作技巧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告诉大家 ETF你可以怎么样再进化再去投资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理财作家余果 来教我们ETF的进化投资 余果你好 莫娃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果 好,那余果既然你上次来是2月份 这个2月份其实股市已经开始慢慢的下跌了 但是基本上还是在高档 那时候我记得你有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些ETF 这个投资的策略跟原则 那时至今日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一个震撼教育 那你自己个人的投资部位有没有做一些调整 其实我后来有做一些调整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那时候莫娃哥问我说 那时候刚好是乌俄战争,问我的持股有没有做调整 那时候是没有 因为这个乌俄战争我不知道它的实质影响是什么 然后它影响会有多长远 所以我并没有针对我的持股做调整 但是其实去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说今天要升息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拍子要升多少 一直到后来其实上完节目后来三月份过两个礼拜 那时候已经态势比较明显了 已经讲好几月份要升级码升级码 对那股市也已经有反应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卖掉一点点股票 然后我有把一些债券BND跟BNDX 因为它属于中期债 我有把它稍微卖掉一点 然后转去买TLT这种长摘 TLT是20年到30年的长摘 那你刚刚讲说你把这个BND跟BNDX 这两档ETF转到TLT这档ETF上面去 所以这个转变的时间点大概在什么时候 所以你看到整个殖利率 三月底你是看到殖利率在波动的时候去做转变 对因为其实已经很确定美国要升息了 然后那些泰值都出来而且又要缩表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有点像是送分题 股市一定会下跌 但是会跌多少不知道会跌多久不知道 那债券也一样是它价格会跌 可是后来新发行的常债 它的票面利率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再晚一点的时间来买这个常债的话 其实我可以买到比较高的票面利率 所以大概在六七月 我是大概在三月份的时候卖掉一些中期债券 然后到六七月的时候 我开始买进这个TLT的常债 那这个常债我会买件的原因是说 我可以拿到比较高的票面利率 那再来是如果在美国 三期循环结束之后 开始要降息就景气的时候 这个TLT的常债的价格其实它还是会上涨的 所以这个保持的时间大概可以报个五到十年没有问题 好所以你这一次的调整是做这个 你整个债券部位的未来五到十年的调整 是做瞄准蛮长远的调整对不对 对 那经过三月到现在调整之后 你发现这个绩效的变化如何 其实像常债它就是跌的比较多嘛 它跌的跟那个股票其实有 有可以类比啊 对 不比股票差 因为后来大概差不多六七月的时候 十年齐国债其实有上到3.5的高点嘛 对不对 对对那是蛮的 现在有拉回来一点 那我记得常债那时候从高点拉回 已经有大概20%左右了 对 所以我在六七月的时候开始 缓步布局 但我不是一次就买完啦 对 因为后面还有继续要省息嘛 今年都要省息 所以我就慢慢的慢慢的买进这样 继续在买TLT 对对就慢慢买点买一点 那你现在目前的BNDX跟BND 部位还是继续hold住吗 对我原本的规划其实就是各10% 然后我其实在BND的部分 我有配一点点去买那个VGIT 也是美国的中期债券 对 就稍微控制一下债券跟它的所谓公司债的比例 那现在就是把中期债券稍微卖掉一些 转成去持有长债 看可不可以 希望可以获得这个后面如果升息完 循环之后的降息的这个获利 OK好 那股票的部位你大概卖掉多少呢 股票大概其实卖掉10几% 20%左右 然后 但是因为我卖掉之后呢 我就是每个月开始又小部分的开始重新买进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升息循环股票到底会跌多久 会跌多深 对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拆底点 所以就干脆先卖一笔起来 少赔就是赚 然后再慢慢再把它加回来 好那你股票最主要是holding台股还是美股呢 股票主要是美股 我只会卖的部分是卖美股 因为我就持有VTI跟VXUS 美股跟非美股的 所以这部分我都有减持 股票的ETF 对那台股就没有动 因为台股都是定时定额在扣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好做转换的 ok ok 好 所以台股的个股你都是定时定额在扣 包括ETF 我就只买ETF 你就只买ETF 就是说还是定时定额 让他继续放在那边就对了 好那刚才余果已经谈到了他这个 现在目前这段时间的操作变化 这蛮值得投资人参考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今年3月的时候 去把ETF的部位 不管台股或是美股的 如果最主要是投资ETF 他的ETF部位 他把这个两档ETF 把它做部分的减持 那同时把这个减掉资金 去做另外一档ETF的投资 也就是说进入到TLT 这个比较20年到30年期 美国国债的一个ETF 另外他把BND跟BNDX 这两档ETF的资金 稍微减掉一些进入到TLT去 这是他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的方向 另外他也把他全球型的 跟美国型的股票型的ETF 做一些部分的减码 在3月的时候 同时后来就陆续再加回来 对不对 就4月开始慢慢再加回来 他的观念就是说 看到反正股市会下跌 你当然先闪一下 因为扫赔就是多赚 你把资金空出去之后 再把资金未来还有流入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操作策略 可以提供大家参考 是蛮灵活的一个操作策略 同时我觉得 如果对再次的理解也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说 今天也会发现 其实如果说美国升息到一定的循环 到段落的时候 未来这个长债的殖利率会率先的往下走 但短债的殖利率会随着联准会的 联邦基因利率持续往上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殖利率曲线 变化大的情况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操作 其实现在目前就已经印证了 因为两年期国债殖利率跟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它之间的一个利差已经越来越大 也就是所谓倒挂负写率的状况 所以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长债殖利率已经先下来了 但是短债殖利率还在往上冲 所以这也就是大概你会做这样的调整的另外一个原因 你刚除了这个票席利率以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可能殖利曲线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债券市场上面 那个债券基因基因人 他们都会去做这个所谓的存距期间的调整 就一般我们讲说duration的一个调整 就类似像雨果这样子 所以短债长债 他们之间的一个做这个部位的一个变化 好那接下来我要请教你 就是说你刚刚谈到你整个资金操作一个部位变化 非常专业 所以我接下来要请教你就是说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资料 现在目前投资人其实大多数他其实不懂得如何应变 所以他就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存 反正我就一直存下去就对了 但问题就是存你要还不断的资金进来 所以我们常讲说你要做这个不断的存股 最好你必须要有把握 你每一个月都有这个固定的资金可以去存进去 不要断粮了 那当然你用薪水的一部分去扣款 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根据证交所7月我们可以看到定时定额 这个户数统计前十大排行榜 可以发现台积电金融股依旧是存股 台行榜上的霸王 这个永远不变的霸王 那金融股更是占据了前六档 我们看到这个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股票跟ETF上面的存股标的 先给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名仍然是台积电交易户数有5万7千户 第二名是赵丰金2万7千户 玉山金也有2万3千户 核库金1万3千户 第一金中华电台泥中信金鸿海台信 我们可以看到他大致上 就是台积电再加上 传产跟金融的龙头股 另外ETF的其实交易户数 其实更多的 他在存ETF部分 元大台湾50有15万户 元大高股息有12万户 国泰永续高股息有8万多户 富邦台湾50有6万7千户 富邦公司治理有2万7千户 此外各位看到 国泰台湾5G 元大台湾ESG永续 富邦越南 国泰智能电动车 国泰股力精选30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排行榜上面的表摊 让大家参考热门的存股标的 跟热门的ETF到底是什么 那这边我就要请教余果 既然我们今天要教大家进化ETF投资 我们同时来讨论一下这种存股 不断的存的方式是对还不对呢 还是说你有其他更好的建议 以及存金融股存台积电OK呢 好在讲到存股之前 刚刚莫哥有提到说 我是不是这样一直存一直存就好 对 其实我会建议说存是一个基本功 但是你要适时的做所谓的资产配置跟再平衡 如果你050一直存一直存 当然你可以报很久的话 获利的机会很高 可是如果你碰到一次崩盘50%的话 你之前的获利还是全部都吐一半回去了 对 如果你可以每一年两年做一次再平衡的话 你可以至少稍微把你的获利给收下一点 之后在低档的时候还有机会有资金可以再加码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上还是需要知道 但一般人就不知道怎么再平衡 点在哪里对不对 还有平衡的比例是什么 对这个其实可以回看一下我们上次的节目内容 对那其实再平衡执行的话 你在设定每一两年 然后你在不同资产之间做资金的流动 股票涨多的时候就卖掉一点 放到银行去定存也可以 那股票在下跌 比如说你像碰到20-30%的回档的时候 你的定存就可以拿一些出来回去买股票了 对你只要固定的规则去做就好了 好那如果其实上次2月来有讲到这个 再平衡的一些策略跟原则 我们可以把下面的连结放上去 让大家直接点进去对不对 好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重复 那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 你观察就国人喜欢存金融股 那存金融股的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吗 对我这边先跟莫娃哥 大概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存股 因为像我相信刚出入股市的人 大概不会想要走存股这条路 大家都想要去赚价差 先试试看 然后买个两三个礼拜一两个月 有赚到钱就卖掉了 那当然很多人也是赔钱卖掉了 可是很多人的经验是 他长期买下来之后 他发现赚价差这个动作 常常都是赔钱的 那赔久了之后呢 通常会选择两条 一个是我再也不买股票了 我就不玩了可以了吧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既然都赔钱我就不想卖 好那我就干脆常放好了 就变脱鸟心态了 或者是我就转变说 我现在是长期投资证 慢慢演变成存股 为什么要存呢 其实后来现在人想要存股的主要 我觉得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 如果我要长期存这一档 那至少这间公司 他的股票不会下失 他不会变币值 好那除了不会变币值之外 可是如果他股价会大幅下跌的话 那我还是亏钱啊 所以我要进而要求 他的股价最好是波动小 我不求大赚 但是至少不要让我大赔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先决存股条件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 如果我只是要为了不亏钱的话 我干嘛买股票 我放在银行就好了 所以第二个条件是 他至少要能赚钱 那赚钱以前都是从所谓的价差的获利来 那现在既然价差赚不到了 那至少我的配息要好 那息率大概至少要到多少 一般人现在大家要求都是要5%以上 其实这是可以变动的 如果你说债券定存率运到3%的时候 那其实5%就不高了 你就不一定要冒这个风险 那现在大家习惯是会定在5% 那5%原因也是因为 我们的台湾银行金融股 很容易就会配到5%以上 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基本条件 金融股没配到5%的 好像投资人就不会去选他了 对 大家这样一定要5% 这些金控公司金融股 就怎么样也要跟到5%以上 没错 所以他的股息配法率会特别高 有的甚至超过100%这样 所以我这边解释说 为什么大家存股 演变原因大概变这样子 那基本条件是不会倒 玻璃要好可以固定配息 那像可以符合这几个条件 我这边有列了几个产业 其实不一定只有金融股 我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手卡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金融股 刚刚莫娥哥也提到这个 定存排名前面几米全部都是银行 只有加台积电工中华电 那我们看为什么金融股大家都喜欢蠢人 我们比较一下优缺点 第一个金融股的优点是 我们刚刚提到 他几乎不可能倒闭 反正政府一定会接手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第二个他的配息又稳定 他每年都可以配5%以上 所以已经达到这个基本的存股要求了 那当然我觉得他有他的缺点 他缺点就是第一个 因为银行的获利 他基本上受这个景气跟利率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在这个利率高的时候 他因为银行走路要赚的是利差 所以他可以赚钱的空间 含息比较大 那之前景气不好的时候 只剩0.8%定存利率 银行的获利空就比较小了 所以这是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个是台湾的银行 我觉得台湾的金融法规 其实相当严格 跟国外比起来 所以银行可以操作 可以获利的空间相对就比较小 所以我们以前 我记得20年前就在讲说 台湾变成亚洲的金融中心 对 亚太金融中心 那可是20年之后 其实台湾还是没有办法发展出这样的规模来 对 然后第三点 银行股 相信很多人喜欢存关股 因为有分民营跟关股 是 那我觉得关股他有一个缺 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他常常背负政府的一些产业责任 你说今天 之前要发展两兆双心的时候 可能就很多关股银行需要去投资注入资金 可是当这些产业发展失败的时候 这些钱就变成一个呆上 这种比较吃亏 所以你在金融股这个获利上 有些时候会受限于这个政策 踩到地雷就对了 而且不是银行你没办法自己选 是政府要求你去投资的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存金融股 对不对 或者说你存金融股 你也可以把眼光放到全世界 那除了金融股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存的 除了金融股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常 大家会提到的是公共失业 所谓公共失业就比如说像是综合电信 这种通讯类的 或者是什么加油站 有线电视这一些 甚至有电厂瓦斯 好那这些公共失业它的优点 就是说它因为它独占失业 所以它的门槛高 它的竞争对手比较不容易进来 所以相对的 它虽然说不能说它几乎不可能倒闭 像银行这样 可是它的倒闭机率也非常的低 然后因为它的获利很好 因为竞争对手少 所以它的配置其实也蛮稳定的 所以其实它也是蛮好的存股标的 但我认为它的缺点就是 毕竟它的保护力未必有到那么强 今天只要产业规则发生改变的时候 它的获利就会受影响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 第一个像中华电信 以前打电话还有国际电话 还有外线市电话 你打电话时间越久 那电话被收就越多 可是现在网路普及 其实都用网路普及 现在谁在打电话 现在都用LINE 对那我的支配 大概就是499 599 迟到宝 所以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使用时间越长 中华电信售的钱就越多 所以他们的获利其实逐年就是越来越低 对 但中华电信它就赶快卡入到宽屏上面去 所以它要变成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 它的营业额 所以MOD像不止中华电信 像台湾大远传都是 他们都有做其他很多的其他的 業務来增加它的营收 不过今年台股大跌 资金是很明显 避险到这个电信股上面去了 跑到这个电信三胸里面去 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是属于台股盘面上的避险标的 对可以这么说 除了公共事业以外 民生产业也是可以存的 对民生产业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常提到 举例来说像比如说统一统一超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那你今天生活再怎么过不去 其实你还是会去超商买个东西 所以那生意比较不会受影响 统一超在全台6500家电 对啊 所以这种已经算是民生必取品 还有一些什么食品股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传统产业 大家在存股的时候会考虑的标的 那如果像原物要涨价的话 他们要转价这个成本给消费者 其实也不难 所以它股价其实都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那我觉得它当然也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大概换算一下它的股息殖利率没有到很高 大概只有3%多而已 没有像银行可以到5% 对 所以以上我们列的这三点是比较常会听到存股的标的 OK 那只是我个人会比较推荐ETF 所以你更爱存ETF 是 那ETF你建议拿几档呢 我先解释一下 ETF我把它分成两种 一种你可以去存高股息 你也可以去存指数型的ETF 我只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存ETF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存股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它不会倒 另外是获利稳定 那其实不会倒在ETF完全都符合 因为ETF本来就没有倒的问题 它比多就是下肆而已 但它下肆的时候 因为它的净值还是在的 它就是把净值还给你 清算一下 所以你的基本上你投入的资金不可能便利 那第二点是配息要好 那如果你还那么着重配息的话 你可以去看这个所谓的高股息ETF 它们的配息也几乎都是5%以上 完全可以符合你需要的条件 那就算它的配息没有到5% 比如说像这些所谓的指数型ETF 0050它的配息可能只有2%到3%之间 可是它的股价的成长是更明显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算配息没有那么高 你也是可以装到股价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可以推荐纯ETF的关系 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你不用自己选股 这个就轻松很多 这个ETF它已经帮你把股票选好了 通常都是30档50档中一篮子的股票 那如果在它的手板上有列出几档ETF给大家参考 那你刚刚既然谈到高股息跟指数型的ETF 那投资人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就是说怎么挑选它 或者说用这两种ETF怎么去做配置 好 我这边先讲一下选ETF有几个有一个先决原则 就是我认为如果你要投资存ETF的话 所谓的存 那你应该至少你的ETF要分散各个产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这个手板 台股的比较著名的几档高股息ETF 那我们先看第一档0056 这大家都知道了 它的选股逻辑就是它会去预估未来一年 在配息的时候拿几家公司殖利率最高 那排名下它选前30档 那每年有两次更换成分股的机会 那它的产业占比比较多 大概七成是在资讯技术 其它就是在原材料工业上 所以它产业是有点虽然有点分散 可是还是比较集中在所谓的电子产业 一年除息一次 像它去年的股息殖利率是5.56% 我这边解释一下为什么用去年来算 因为今年还有很多还没有配息 那为了公平起见 所以我就统一去算它去年大家都已经配完的方式 那尽量公平啦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档是008.178跟009.00 009.00今年是第一次配息 那008.178因为它还上市大概两年左右 它前两季的配息有比较低 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我换算下大概5.43% 可是如果它在最近四季 几乎都可以配到0.3块左右 所以一年可以配到1.2块 如果用现在的平均股价17块换算下的话 它的殖利率可以超过7% 所以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 它可能是可以赚得更多的一档表比 这个是以殖利率来做比较 对 如果以殖利率来做比较 那我觉得投资人在选高股CETF的时候 不能只看殖利率 你还是要看它的选股价值是什么 像我们刚刚讲到0050是选未来的殖利率 它是一种预估的 它的预估包含会有预估这家公司的 可能股价是多少去回推它的殖利率 那008.178不一样 它就看过去三年的殖利率平均殖利率是多少 然后再包括一些基本的条件 还要符合这个所谓永续经营的条件 然后去选出 我觉得过去三年它可以配那么多 那明年它应该也可以配到那么多 它的配股条件会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产业占比 它的电脑周边占了28% 那金融保险占了25% 所以你看这一档它就选了比较多的金融股进来 还有通信网路 这个中华电信啊 台湾大也有被选进来 然后它是季配息 所以0087%这个 埋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甚至已经超过0050了 是 那我们再看看 那0090它比较特别一点 00900它是选30档 我预估不是预估 就是我已经看到下一季 即将确定要配息的 然后看一下殖利率多少 直接把它调进来 所以看起来变成说 我今年只要有配息的 配的高的 我就经常都把它挑进来 然后去赚它的配息 可是这种选法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成分股转换率非常高 以目前它 大概成分股换了两次到三次 每次都几乎更动了70%左右 那这个缺点就是你的交易成本会非常高 以上都会转嫁到这个投资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今年第一次配息 换算下来大概是10%左右 看起来非常的高 可是因为它把今年上半年所有公司 已经配息的息都已经罚给你的 那下半年配息的公司比较少 所以投资人不能预期说 他下次再配息的时候 他都可以配10%给你 然后00713也是 它比较有点综合前面的 它中文会去挑选这个所谓的高股息 高品质从250档一面选出50档高股息的个股 那一样会去每年两次替换它的成分股 那它有一半都是属于在技术 在电子产业 然后一样有包含原材料跟通讯服务 它的股息殖利率去年换算下来也还不错 有6.8% 这是目前这四档是比较热门的高股息ETF 好 如果很客观的去比较这四档这个热门的ETF 就是在高股息这个领域上面 那观众朋友大家自己参考 那另外我们来讲指数型的 好 指数型的部分我这边也上一下这个字卡 我这边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列了四档 分别是比较知名的0050跟006208 然后还有00692跟00850 那前面两档0050跟006208 他们的选股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就是选台股市值前50大 那这个意思也是代表说 今天只要谁股价被炒得高 不管他有没有获利他就可以进前50大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看一下他前三大池股 基本上都是台积电电发跟鸿海 基本上不太会变 他唯一变动大概就是池股比例而已 然后产业技术主要都集中在电子类股 尤其是半导体跟资讯产业 那我们看一下因为他属于指数型 他不是高股息的 所以他的股息殖利率换算下来 其实就不会那么多 大概就是2.5到3%之间 好那再来我们看后面两档 后面这两档他是属于公司治理 跟这个00850 ESG 他们都会强调公司有去经营 他今天的选股逻辑 我不是只看你的市值 我要看你公司的ROE 这些过去的公司表现到底好不好 好的排名前面的 我才帮你挑选进来 好那00692跟00850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是 00692他还依照他的市值 去排他的权重 所以他的台积电可以占比到38% 可是00850他有限制单一个股 不能超过30%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拥有台积电 也是排第一名 可是他就最多只能到30 所以其他多出来的资金 就会分辨到其他的个股去 相对会比较平衡一点 好那他们的产业资讯 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 那我们看一下00850 他比较特别的是他的金融股 占比就比较高 也会到19% 相对于0050的话 看那个00690 他们金融股比例会比较少一点 好那00692他在近两年 他的配息率也比较高 可是这不是常态 因为如果你看2019年之前 他的配息跟0050大概就是2、3%之间 就刚好这两年他的配息率也比较高 那为什么这两年他配息率会比较高呢 这个应该是他里面成分股 跟这两年他的某些成分股 有选到比较高股息的公司进来 但是这些公司并没有排进市值前50大 OK 对会有这样的差距 好那0050跟006208 他们台积电占比都将近50% 所以一半几乎都是压在台积电上面 对 好那这个就是他们ETF的特性 因为他毕竟就是刚刚于国所讲的 市值型的ETF 对 台建市值这么大 所以也让他必须要把台积电的比重 拉到这么高的一个比重 那你刚讲到一档ETF 大家现在也很感兴 就是佩席王的富邦特选高股息30 这档ETF代号是00900 他的规模大幅的成长 上半年成长了三成多 那受益人数成长将近是有达到八成 而且他的现金值率 你刚算出来是10% 对不对 那投资人前不后继进入到这档ETF 你觉得对吗 对 这边我想要跟投资人解释一下 00900这档的逻辑 因为其实他在刚发行的时候 他就有号称说 他的配取率 年配取率可以到10% 一般我们大概就说5%到6%之间 他可以到10% 所以大家就一窝蜂的觉得 哇这档怎么可以配这么高 就想要买进 那当然我们刚刚解释过 他的选股逻辑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的内购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这边我们在挑ETF的时候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几个魔鬼细节 我们看一下这张卡 我把这几档比较热门的ETF列出来 然后这是他们的总管理的内扣成本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选股逻辑比较简单的 尤其像指数型的前三档 他们的管理费大概就是0.46% 那00692更低0.35% 可是到下面的高股息部分 因为他选股逻辑比较复杂 可能要多花点时间去选股吧 所以你看他的管理费扣的比较多 0056 0.74 00713到1.1 00730到1.32 那在这个00900 目前是预估 因为他没有到完整的一年的内扣费用资料出来 所以我们预估大概一年会扣到1.5% 那这个内扣费用高代表什么意思呢 投资人你现在在买的是高股息ETF 你想要赚的是他的股息 那股息殖利率如果他是5%好了 那如果他的内扣费用先扣掉1% 那表示你的获利20% 已经先被他收走了 所以这个长期累积下来的话 其实对投资人来讲其实蛮不划算的 所以如果你在选这个高股息的时候 不要只看他的股息殖利率有多少 因为每一年其实变动不一样 你应该先去看他的选股逻辑条件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 你觉得合理的 然后再比较一下类似条件的 这些ETF 谁的内扣费用比较低 他可能会是你的优先选择 OK 那00900这边 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比较绩效的盲点 对不对 对还有绩效这个部分 刚刚那个莫克有提到 像00900他在刚上市的时候 他有达一个特点 他去回推他2011年到2020年 他的年化报酬率是12% 是超过这个0050的 那其实投资人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所有新上市ETF 他都会号称他绩效超过大盘指数 那为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先看第一张图表 这张图我稍微计算一下 这是0050的股价变化 我取这个区间是在2007年的10月份 到2014年的10月份 完整的7年 那为什么要取这7年 我们看一下 因为他就刚好是在股灾前发生的 然后一直到后面股灾后 他的股价回到原点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的股价是从70.2块 变成65.3块 股价报酬率是-7% 是赔钱的 那你说他还有配息啊 好没关系 那我们再算还原股价 算还原股价是46到51块 他的韩息总报酬率是11%多 年化报酬率是1.52% 那我放这样子好像没什么赚钱 我同一个时期我拿来做定存 我今天假设100万来去做定存 因为在2007年10月的时候定存利率还有2.5% 那后来遇到股灾之后利率很快就掉到剩1%不到 那后面的年度大概定存利率大概都是在1.3%左右 我就每一年我用每一年这个股息在定存 在存入的方式去试算 算下来这个100万的定存呢 他的最后2014年10月份 他的总金额会达到111万多 是 资产报酬率12% 年化报酬率1.58% 对 这样看一下你会不会觉得 诶 定存赚的比0050高 是这样子吗 好 那0050我不要单笔一起买进好了 我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算 我就从2007年的10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买1万块 一直投入到2014年10月 我们看一下报酬率是多少 定期定额总共投入了85万 到最后结算的时候 我的总资产是116万 资产报酬率36% 年化报酬率4.58% 所以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用这个期间来算的话 我会得到一个结论 定存比0050好 如果你的0050要 资效比较好的话 你应该要定期定额 好 这是我得到的绩效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卡 OK 我把时间稍微往后延了一下 我把统计时间延后到2009年的1月 跟2016年的1月 拉长时间周期 对不对 我的时间是固定延还是7年 7年但是把它往后延 另外一个区段延 差别在哪里呢 我这个时候开始起买点 是股灾结束或者起涨点 OK 这时候完全不一样的 0050的股价 从30块涨到59块 将近60块 股价报酬率95% 年化报酬率10% 我再把股息钻进去 欢迎股价的总报酬率是141% 年化报酬率13%多 看起来真是非常的吸引人 那一样同段时间的定存呢 它的资产报酬率只有9% 年化1.25% 好 我再把定期定额一起算进来 这时候我一样 不是刚刚不是说定期定额比较好吗 我一样每年 每个月都存1万块进去 最后资产报酬率是24% 然后年化报酬率是3%多 我从这张图表我有得到一个结论 我单比投入0050的报酬率比较高 那事实上是这样 为什么两张图表时间稍微不一样 我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这就是 我们在投资ETF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投资绩效比较的一个盲点 因为我们在比较投资绩效的时候 大概都会抓一个区间 那我们看这个新发行ETF 大概都会往前抓10年 那我们知道台股已经走了 这个多头走了13年了 所以你不管怎么往回抓 你都在走多头时期 你的绩效一定都是比较好的 那假设我是投资公司 我想要推出一张ETF 我自己会先试算我的演算法 我这个选股逻辑之后 我的绩效是如何 我当然会挑一个超越大盘指数的 所以我们在挑ETF的时候 不要只看他的回推的绩效 到底是不是真的比较好 因为这个是有一些魔鬼细节 真算数在里面的 我只要挑一个对我比较有利的区间 我就可以算出一个比较好的绩效了 好 这个突破大家的盲场了 就是这个盲点 所以如果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 当然因为卖瓜一定会说瓜田 我今天卖西瓜 如果说我的西瓜没甜 大概我也没生意 所以说各家公司他们都会去做一些 这个绩效的演算 或者说考量上面把他们绩效凸显出来 这也是必然的事情 那不过就是说在投资人上面 你们在投资的时候 当然就要去选择适合你 而且长期的策略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最后给我们一个建议 就是说如果是从你刚刚这两张图表 这个所计算出来的一个绩效比较的话 你会建议我们投资人运用ETF在定时定额上面 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呢 在ETF上我觉得定期定额 基本上就是因为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存 我们只要是想要增加我们的投入的本金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策略 其实是你还是需要做占平衡 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提到ETF有两种 一个是高股息的 一个是指数型的 如果你今天是要投指数型的话 你就不要把你的绩效定在三五年 然后去看结果 我希望你把时间拉长 你的绩效才可以展现出来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你可能每年都需要用到一笔资金的 那你的股息可能不是要重新滚入的 而是你要拿出来用的话 或许高股息会比较适合你 那以我自己的方式 因为很多投资人会在这两个中间在犹豫 我到底是要指数型的好还是高股息的好 那我会建议投资人其实你不用选 你两种都买就好了 你的资金就各分配一半 所以你的绩效你可以预行 你就会得到这两个的综合 你的股价成长会比大盘稍微差一点 可是你的股息也会拿的稍微比较多一点 对就看投资人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好那今天谈了很多ETF的投资策略 也谈到很多ETF的这个代号名称 都给我们投资人选择了 那至于说大家可不可以全部把它都买下来 那就看你是不是大人 如果你是小孩的话你可能只能选择 如果你今天财力够你是大人的话 有些好的ETF真的你可以其实 把ETF再变成是一个打包买入的方式 对不对 我们讲说ETF它本身就是一个一篮子投资 就是如果你再把ETF变成是一篮子投资的话 那你的这个投资 当然就是这个活动会更平稳了 就是说整个多元性会更广了 那当然也要记得 你不要说我今天打包一篮子ETF 我全部都是高股息的 我全部都是全执行的 市值行的 事实上其实你也可以去做高股息市值行 或是说特殊产业类别的ETF的这种配置 对不对 就是说你也可以再做你整个资产的配置 我想这样子投资下来的话相对你这个波动的风险 然后是多元性就会更广了 那今天我想我们很高兴请到余果再次来的 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他对ETF的看法 以及他也告诉大家他现在目前手上有的ETF 或是说他的筹资策略是什么 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有很多的收获 那今天非常谢谢余果 谢谢孟老师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上YT、脸书各平台搜寻财经MOS 也记得大家在6日晚上的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